据说能看懂今天这些故事的人都是天才 所以点开视频的你 我知道你一定想看看自己到底是不是天才 但我很抱歉地告诉你 即便看懂了你可能也不是天才 因为这些故事到底讲了什么 以前个人可以有三千个理解 当然这是夸大的比喻 那废话不多说 先让咱们来简单地看看这些故事到底讲了什么 第一个故事叫Opening 一只奇形怪状的木头鸟在恶劣的环境中奔跑 它像跨富逐日一样追逐着一只白鸟 在它周围躺着有无数有生命的石头 这时木头鸟发现有一个小石头的头顶上出现了一个爱心 它心动了过去后小石头却没了爱心 于是它用嘴巴瞧出了一道口子 但能就没有爱心出来 可是面前那续丽的电话缓缓浮空 小石头的爱心又随之出现 于是木头鸟把这颗爱心的绳托硬拽地囤进了肚子里 吃了爱心的木头鸟 立马与我虫生一般地长出了金色翅膀 快乐地在云层飞翔 而失去爱心的小石头便不是爱心了 其他石头都聚集过来跟它一起努力寻找爱心 随后木头鸟飞翔带出了闪耀光芒 当一个石头产生的爱心 牵一发而动全身 所有的小石头都有了爱心 但是等这股光芒消散后 爱心却又不见了 被木头鸟吃掉爱心的小石头似乎有些不甘心 于是拼尽全力地想象着光芒的模样 然后头顶真的出现了小爱心 只是不同的是这爱心竟然飘走了 小石头很着急 跑了过去将爱心吃掉 结果小石头身上迸发出了绝对的电话 引导着周围的小石头全部产生的爱心 而这一幕却在短瞬间成了之前母头鸟眼中的场景 他的旁边还有一颗巨大的石头 哦不对 应该是脑袋吧 第二个故事 门铃 巴木泽玉在放学回家的路上 有一个女孩看到他身后出现了跟他一模一样的人 而泽玉在回到家 按着门铃打开后发现家里人都看不见他了 而且家里已经有了一个跟他一模一样的人 显然那个人看得见他 他便默默地离开了家 他并不惊讶 因为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 他打电话要去朋友家 在马路边等火车路过时 另一个巴木泽玉从他身边跑过 他便不管不顾地追了上去 但半路还是被甩掉了 因为他撞到了人 等到半晚时他才到了约好的朋友家 可是按了门铃开门后 才发现另一个巴木泽玉已经在朋友家了 导致他朋友看不见他 他有些失文落魄地走到街上 发现有个男男路过了他三次 而且每次都跟不同的同行者说同样的话 巴木泽玉决定去找到自己喜欢的女生 安夜麻衣 他在楼下见到安夜麻衣时 他才在看见了另一个自己 他终于有些愤怒了 拿起书包就砸向另一个自己 那个人消失了 安夜麻衣也在仿佛间 看见了两个巴木泽玉 他没办法向麻衣解释 因为有很多个他在到处乱逛 甚至夺走了他的居所 但是他很开心 因为这一次他可以被看见 还是自己喜欢的女生 第三个故事 梦的机器人 故事的开始 也是以一个小男孩的视角展开 他似乎做了一个美梦 醒来是他第一时间想要找到妈妈 可是小男孩梦里却梦见了 自己温柔的妈妈变成了气球 所以小男孩才会想要下床 去找妈妈 可是脚下的一块板是滑动的 所以小男孩挪了好久 才爬到了妈妈的身边 可是他的妈妈 其实只是一个由气球组成的指甲 外加一段头像的录影 等气球漏气了 录像结束了 妈妈就这样在小男孩面前 彻底消失 而这个房间也像一个录影世界 没过多久 这个房间就破开了 小男孩掉到一个 没有边界的空地上 而他看到自己是从一个 大机器人的身体底掉出来的 那个机器人的外貌 有点像人的形状 小男孩并没有特别害怕 反而是捡起奶瓶喝 可这时一个难烧的火柴人 出现在他身边 想到索要奶瓶 男孩善良地交给了他 可是奶瓶碰到火 却直接爆炸了 随后男孩又拿出了一颗薯片 然后分了一块给他 火柴人很高兴 结果 可随后却直接夺走了一整盒 然后吃掉了 男孩被火碰到后很疼 于是他害怕地赶紧逃跑 火柴人热情 似乎得很高兴追着他 小男孩试图躲在被单里 可是火柴人更过来后 被单直接燃烧了 之后在小男孩继续逃跑的时候 天上掉下几颗大水珠 男孩好奇地掉进了水珠里吸水 随后他开心地游泳起来 而火柴人也来了 小男孩看到火柴人不敢碰水 又开心起来 等他浮在水里 水的一觉醒来 却发现火柴人已经被水熄灭 死了 而火柴人只是单纯想跟小男孩一起玩 可是之前小男孩就惧怕他 等到消失后才明白 男孩伤心地哭着走出了水珠 却看见了一个像大蚂蚁一样的东西 男孩走到他背上 他就开始大步走起来 大蚂蚁带着男孩到处走发走 路过了很多奇怪的景象 期间有个会走路的豆芽跟上了男孩 因为他喜欢和男孩撒的尿 而每一次撒尿都会拉出一颗能生长的种子 而有一天 在大蚂蚁背上的男孩看到了天上 有一只很美的昆虫 于是小男孩便试图想要学习一下昆虫 拍打翅膀飞一下 但他似乎知道自己只能笔画笔画 快乐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太久 大蚂蚁就陷进了一个流沙坑里 他挣扎不出 只能在关键时刻将小男孩和豆芽赶紧甩出 最后大蚂蚁连尸体都没有留下 于是男孩和豆芽只能开始走路 到了一个地方 男孩看到有两片像翅膀一样的东西 于是他把翅膀送在手上 说不知 这个翅膀就会之前他见过的昆虫残骸 小男孩每天练习挥动 想要有一天可以借着翅膀飞起来 最后的一天豆芽也突然一动不动 小男孩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可是在夜里 周围的石灵花却突然张大了 亮着光的嘴巴时 被光吸引的豆芽就这么静止地 飞到了那嘴巴里 男孩拼命地扇动翅膀 想要试试飞起来 是的 他成功了 可是等飞到嘴巴里时 却还是被石灵花拖了出来 他终究还是没有救到豆芽 而且陆区有超多四面八方而来的豆芽 都被拉花吃了 男孩伤心地哭了 算这只是他的梦 梦 原来开头的小男孩 一直都在做甜美的梦 只是住的地方似乎燃料不足 于是才会将美梦变成为现实 而当一个老人听到男孩的哭声 进入到了人性建筑的身体里时 他给男孩喂了牛奶 然后来到机器人的燃料池 与机器人合体时 男孩的美梦又开始了 和老人的生命似乎也走到了尾声 阴儿的美梦终有苏醒的一天 第四个故事 Baby Blue 优等生翔突然和同班的夜月提一逃课 翔随便去一个地方 夜月有些差异 虽然两人是青梅竹马 但初中没有在同一所学校 而且翔一直都是优等生 翔解释说是因为怕麻烦才考好的 如果成绩不好就会被叫家长 两人拥有一个共同的秘密 那就是小时候 有一次他想一起偷了一颗手榴弹 到现在翔还留着手榴弹 翔说有一次差点就用了 那时候中却有个很过分的老师 把他狂揍了一顿 不过翔最终还是没有炸教士 现在翔就带了那颗手榴弹 他想和夜月一起去把他买了 地点定在海边 因为夜月想在海边放烟花 二人无论是路 就跟踪了一个穿着烧弹裤 拿旧生军的人上了地铁 然后两个人睡着坐过站了 又辗转了几班地铁 最后搞到深夜地铁都关门了 像有些暴躁 最终偷了一样自行车代步 被选择的警察 看他们的车没有点灯 就让他们停下 结果向家族的马力骑走 警察要追上师 夜月一脚把他踢飞 这才甩掉了 然后没疑惑 他俩被四辆跑车解住了 跑车下来的混混想要带走夜月 当即 想个话不说了 就把手榴弹给引爆了 然后带着夜月逃走 一直跑到了早晨 他们俩终于来到了海边 可是天亮了 放烟花也没有打破机 这些乡才说 因为今天就要搬家了 一般搬家的人都会被朋友们忘记掉 一想到自己会被夜月忘记 他就有些寂寞 所以才突然约他出来 想要随便到处逛逛 想嘴上的夜月晚上 不用为他送行 但晚上还是等到发车了 那一秒才进车 有点落末时 他在车上看到夜月在车外的一块草地上 放着烟花 为他送行 这是节选自天才嘉莲花中的四个小故事 我大概已经讲述了他的剧情 我想有不少人看懂 但可能有些懵圈 我现在会以我个人的视角来解读下这四个故事 如果你有其他的看法 不妨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那么第一个故事 作为这部片子的开头没有任何台词 所以可以被解析出好多种意思 我首先认为 这就是在讲述一个关于人大脑的故事 也就是我要在灵感讲述 木头鸟吃掉小石头的爱心 随后变成了火鸟飞上天际 在变成电光重新降临的时候 小石头能就产生爱心 这只能说无关富仇 无关仇恨 爱心的这个故事的寓意 可以理解为 灵感创意 火鸟在现实的寓意更像一个无良主管或者老板 看到了小石头 也就是员工在产生的灵感 于是就想窃取 成功利用这个灵感创意突破 蜕变自己 也就是赚到钱后就消失了 而其他石头 试图想要借助这个灵感创意 看能否复制或者再走灵感 但可惜的是当火鸟消失以后 可以缩拾所有的石头 都失去了爱心灵感的维持 唯独之前的小石头 闭上眼睛 靠想象 创造出了比之前更加绚丽的一幕 而光靠想明显是不行的 爱心灵感又一次飞走 这寓意即便没有木头鸟的夺取 灵感只是灵感 你想出来的不一定是你的 这一次没有出现 是谁夺走爱心灵感 就是想说 任何人都可以夺走这个东西 而那小石头最上最后 也就是想说 灵感出来了 创意出来了你得去行动 在它最上最后 吞噬掉爱心 彻底变为更加绚难的一幕 而当一切都回首 变成了木头鸟的视角 后旁边的大石头 应该说是大脑 才更可以说出 小石头们 其实就是每一个灵感的化身 只是如果从小石头中 得到爱心灵感 那就是要看能哦 第二个故事相对来说 就比较容易理解 门铃按了之后 打开后 却是另一个自己 在跟别人交流 这并不能理解为 就是奇幻骗片 而是一种超现实妄想 熟悉的人物是自己的那种感觉 你能理解吗 并不是这些感觉 已经真实地发生在了自己身上 而是这种不安感造就的 错觉而引发的妄想 认为别人总是无视自己 我相信视频前的年轻人 应该更懂这种感觉 因为毕竟我们容易迷茫 或者躁动 第三个故事 是我很喜欢的导演 唐简正明指导的 这个鬼才导演 一直用魔幻画风来批判现实 小蓝还在梦击器的控制 现在做着美梦 难要用劲 就开始离奇怪异的噩梦旅程 说是噩梦 倒不如说是现实 火灾的小段 可以对应第二段故事 门铃 人家好心来找你玩 可是因为它的一些行为 就像里面拿的东西 就会着火 而感觉危险 妄想自己增生恐惧 而失去了一个朋友 大蚂蚁就像我们人生的父母 带我们看这个世界 那是终于离开的那一天 而斗员的解释 我目前没有找到一个 比较合理的说法 但是却可以用小蓝还 拍打翅膀的行为 而牵引到第一个故事 创意 灵感 看到了昆虫飞翔的姿态 小蓝还就去模仿 但毕竟结构不同 所以小蓝还能飞起来 也是找到了自己的方法 这就是创意 可是努力付出了 却得不到自己想要的回报 那种无力感 有多少人能够理解 小蓝还最后没有救下豆芽 他的努力并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 所以这又是对应现实 在被现实推菜后 想要回到甜美的梦 但梦终于醒来的一天 最后的含义 我更愿意理解回事 肯闹 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第四个故事 在我看来就是一场手榴弹约会 青少年的离别 会留下多少青涩的记忆 虽然故事采用了显实的背景 可是大家也都知道 手榴弹只是一种夸大的形式描写 这种约会 是否会让你的另一半 留下一个无法抹灭的记忆呢 这种暧昧这样的河闷 我感觉真的很美 有数爱情就是在疯狂 最后这个故事 我总有种在看 心爱神的动画解释感 虽然导演是知名的渡边新衣男 果然每一部青春动画 都能唤醒不少人的记忆 超甜 不知道今天的视频 你喜不喜欢 可能有些枯燥 但我很感谢你能看到结尾 如果你喜欢少年的解说 不妨给少年评论一句 真是天才 这个系列的原片 我也希望你有空可以去看一看 每一个小故事 都是不同的导演 天才嘉年华的欲我讲 是这样得来的吧 我是少年 一位明年又可爱的九七年男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关注 那么给我视频点赞转发 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